这个抹茶起丝蛋糕 撒上抹茶粉 铺上白雪糖霜 世界球后詹永兰 今天不打网球 为中正孩童特制抹茶起丝蛋糕 加油打气 他们的梦想只是希望可以健健康康的去上学 然后带父母一起出去玩照顾父母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社会责任 让更多人知道有这些小朋友需要照顾 请行政院长张善正转任基金会 投入慈善事业做爱心 要替308位重症孩子募集圣诞礼物 那要在这 一台热高路车 我就当这大老公 重症的小朋友 他们在最辛苦的时候 我们可以送温暖 他们心里面想要礼物给他们 尤其是在年底的时候 圣诞节快到了 他们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一个心愿 这个心愿我们都在我们的 志工平台上面列出来了 为重症孩童蒲取写词 他是现场阿红的音乐治疗师 左心状先天发育不全 又有过动症的他 雪下的愿望却让张善正印象深刻 送他一个圣诞老公公 大概有这个圣诞老公公就可以有求必应 什么礼物都要得到 打开APP点选物资栏 从玩具到床肉煮 全是重症孩童的小心愿 工医木鸡即可开始 一路到12月7号 期盼民众一起为病童打气送暖 三里新闻 林文富梅凯婷 台北报道